第六百四十五章, 大圣祭难道是白菜吗? 一道道目光如刀, 牢牢地盯住了叶熙文, 他们都看出来了, 小雅眼中对叶熙文的依赖, 如果想要将小雅收入门下, 叶熙文的意见应该非常重要, 小子, 你说, 这女娃子要败入哪里? 当杨风首座一声大鹤, 看向叶熙文, 似乎要将叶熙文给看穿一般, 叶熙文神色一临, 这几个人太可怕了, 哪怕只是无意中的气势锁定, 对于他来说也是一个巨大的威胁, 就算他步入了大圣, 对于这些人来说, 或许也根本不算什么吧, 他们是超越了大圣的存在, 就好像对于大圣来说, 圣境高手再多几个也没什么, 这些人是真武学府真正的顶梁柱, 虽然人数不多, 只能以实位数来计算, 但是仅靠这些人, 真武学府就能称霸南狱, 这女孩儿是叫叶雅吧, 是要拜入我们宿女风的吧, 宿女风手作开口, 声音婉转好听, 小雅的姓是叶熙文也不知道, 所以就跟着叶熙文姓叶了, 被叶熙文认作小妹了, 宿女风手作如水的目光, 落在了叶熙文的身上, 但是却让叶熙文感觉有种冰寒的感觉, 我万人风传承万代不绝, 败入我万人风, 本座就将收他做关门弟子, 一身记忆倾囊相授, 万人风手作语气平淡, 到那时却斩钉截铁的说道, 周围无数人听到这个有种要晕厥的感觉, 这可是关门弟子啊, 一般弟子虽然没有真武学府规定的身份登记那么森严, 但是也都分成记名弟子, 入室弟子, 新传弟子和关门弟子几种, 其中记名弟子是最没用的, 基本上只是挂个名字, 有时候开大课, 开谈讲法的时候有资格去听的, 而入室弟子就是一般意义上的弟子了, 新传弟子则是更进一步, 会传授逐多连入室弟子都得不到的许多武功, 而关门弟子则是真正能继承一波的那种人, 什么叫关门弟子, 那就是收了这个弟子之后, 就不会再收新的弟子的意思, 从此就将所有的一波毫无保留的教授给这个弟子, 一般来说, 关门弟子即便不是将来的首座, 也该是首席长老一流的人物, 都会占据非常重要的一席之地, 万刃丰首座名下弟子数百上千, 新传弟子也有数十, 其中也少不了天交级别的人物, 但是还没有一个人能让万刃丰首座决定收为关门弟子的呢, 是本座先说要收他当关门弟子的, 当杨丰首座当即不让了起来, 他来得最早, 看得最透彻, 这小雅天资绝艳, 能够手把手的交出这么一个天才, 也不枉此生了, 就算是不收其他弟子又能如何, 见过了这等天才之后, 其他的人物在他眼中根本就是垃圾, 万刃, 当阳, 你们这是要误人子弟吗? 京士院首座道, 只要叶雅入我京士院, 非但会成为本座的关门弟子, 同时也会获得我京士院的全力栽培, 小雅目光看向了叶西文, 在这个时候他也有些糊涂了, 除了叶西文的事情之外, 再也没有一件事情能让他为之动容了, 但是他现在也知道, 他的选择关系到他以后的发展, 非常的重要, 叶西文上前一步道, 诸位师长对小妹的关心, 小子感激不尽, 不过小妹小雅也只有一人, 不可能分成几份, 读位师博师叔的厚爱, 小子带小妹心领了, 但是小妹之前已经应允了素女风, 要拜入素女风之中, 却是不好食言, 说着叶西文深深奕奕, 却是一丝不苟, 标准至极, 这不是因为忌惮这四人的武功, 而是因为这四人对小雅刮目相看, 争相给出令人炸舌的条件, 他身为兄长却不能不谢过, 但是他也想过了, 这四个手作实力相差无几, 条件也是相差无几, 不可能给出比这个更优越的条件了, 在这种情况下, 他还是选择了素女风, 毕竟一早就答应了的, 这个时候却是不能反悔的, 不然估计会被素女风给嫉恨的, 而且在他看来, 小雅拜入素女风也是最为合适不过的, 虽然素女风手作没有给出什么条件, 但是以小雅的天分和实力, 进入素女风之后, 难道害怕不被特殊对待吗? 听到叶西文这么说, 当阳风手作, 万刃风手作和京士院手作都不由的有些拉下了脸, 没想到, 还不等他们继续说条件, 叶西文就已经决定了败入素女风了, 顿时有些郁闷, 但是也无话可说, 因为正如叶西文所说的, 小雅是已经现决定败入素女风了, 现在不过是来测试资质的罢了, 该算是素女风的人了, 虽然还没固定, 但是问题的关键是, 他们也没有可能拿出比彼此优厚的多的条件了, 不过想想没有被其他人拿到, 也就好过的多了, 听到叶西文这么说, 素女风手作脸色烧剂, 脸上的寒霜也似乎退去了不少, 心中的恼怒也不由的散去了不少, 原本他对叶西文却是没什么好态度的, 如果不是他带小雅去做什么资质测试, 至于弄出这么大的动静, 差点到手的徒弟飞了, 心中对叶西文是暗恼不已, 不过见叶西文竟然说出这话来, 倒是让他观感好了许多, 而且看在他是小雅的兄长的份上, 也就不对他百张臭脸了, 叶西文能倒是不知道素女风手作的心理变化, 他压根就没有想到这一筹, 反正他也从来没见过素女风手作, 只当他天生就是这么一副冷屁的样子, 从得到的风评来说, 这素女风手作也是一个性格强势, 手腕强力的手作, 真是可惜了, 这么好的女娃子, 要被素女叫成冰山了, 当杨风手作颇为可惜的说道, 这素女风的弟子上上下下大半都是一副含着脸的样子, 也有人戏称是一群冰山, 其中最大的一座, 自然就是素女风手作了, 不过随即他就感觉到一股强烈的杀意笼罩了过来, 素女风手作正目录杀鸡的看着他, 顿时就实相的不说话了, 不敢招惹这个厉害的女人, 不过虽然没有能够让小雅败入他们的门下, 不过好歹小雅也是他们真武学府的弟子, 完全可以想象, 将来小雅成长起来了, 会有多么的厉害, 七彩的资质根本就是传说中的传说, 只有当年真武学府的开派祖师才传说有这样的资质, 超越了常人的资质, 所以才会引来这些手作的争夺, 相信用不了多久, 就要轰动整个真武界了, 既然你选择了败入素女风, 本作也没什么可说的了, 这件内甲是我年轻时候的闲暇时候炼制的, 当阳风手作叹了口气, 虽然很可惜, 但是也没有强求, 只是送出了一件闪烁着五彩神盲的内甲, 那件内加上散发着若隐若现的威压, 让所有人不由的惊呼出声, 大圣器, 这居然是一件大圣器, 所有人都快晕厥了, 许多人这辈子都没见过大圣器, 就算是许多大圣, 手上也没有大圣器, 他这么一出手, 居然就是一件大圣器, 简直难以想象, 叶西文差点没被一口口水噎死, 这一出手就是一件大圣器内甲, 有着东西护身, 圣境高手根本奈何不得他, 就算是一般大圣手上都能逃脱, 这里不可谓不中, 虽然对于他们来说, 大圣器或许不算什么, 叶西文再想想自己拼死拼活, 才让天元镜晋升成为大圣器, 再看看小雅轻松就有了一件大圣器内甲, 顿时有种想吐血的冲动, 既然连这老家伙都给了, 我也不会小气, 这一把淑女剑乃是我以前意外得到的一柄宝剑, 与我无用, 今天便送给你了, 万刃风手作也不小气, 送出了一柄不知名的玉石济炼而成的长剑, 通体散发着碧绿色的幽光, 法则波动不下于之前那一件内甲, 大圣器, 又是大圣器, 许多人真的快晕掉了, 竟然又是一件大圣器, 这世道是真吗吗? 大圣器难道是路边的大白菜吗? 随便一抓就一大把, 是路边的石头吗? 一件一件的大圣器被荡成大白菜送了出去, 不管如何, 今天之后, 光是这件事情, 就足以轰动整个真武学府了, 而小雅也将明动整个真武学府, 我没那些大圣器送你, 不过浩然正气经就送你了, 京士院首作终于没有送大圣器, 这让众人松了一口气, 但是紧接着后面的一句话, 差点让众人再度晕厥了过去, 浩然正气经这本秘籍可不是一般什么三流秘籍, 而是京士院镇院武学, 京士院一切武学的起点和根本, 同时也是一切四书五经的起点, 一般来说, 整个京士院一带也仅仅只有个位数的人能够得传这一步秘籍, 外人根本不可能亏得这步秘籍的虚实, 现在竟然直接送给了小雅, 天哪, 这什么世道啊, 这虽然不是大圣器, 但是比起大圣器还要珍贵的多了, 大圣器在这步浩然正气经面前, 却根本不算什么, 要说最大方的, 竟然是这京士院的首座。